自己终于找到回家的路了 自己越学越感到压力 仿佛更进入了困境和迷茫 渐渐开始消退了信心 不知该何去何从 在方师姐的引领下 有幸拜见了师父 师父是那么慈祥 宽容 总是鼓励我们 师父说 半年文法183篇 当时我心里一点底气也没有 但我举手了 自那时起 我开始公文南摩第三世多节枪佛的法音 不知不觉 四个月过去了 我渐渐明白了 法音是质保 是我们深口意三页相应的指南针 指导我们如何应对生活的困窘 第一 我以前经常感冒 喉咙痛得像刀割一样 性情特别暴躁 动不动就发脾气 怒火冲天 心总是向外持球 到处攀圆 抑郁症反复发作的时候 痛苦无比 现在身体渐渐好了 心情平静 脸上有了久违的笑容 性情温和了许多 第二 以前夫妻经常吵架 家里战火不断 先生反对我表面学佛 认为我补物正业 搞形式主义 浪费时间光阴 后来我减省自己 的确都在走过场 徒劳行 现在先生不那么反对我 渐渐支持我 生活中 遇事有沟通 有商量 经常帮我带幼儿 料理家务 我也渐渐有了更多文法 做功课的时间和经历 家庭和睦了许多 第三 以前 我的心总是不安分 在世间情爱中纠缠 现在明白 这是轮回堕落的种子 不可取 于是 挥挥剑 斩情思 第四 生活工作中 善缘不断聚拢 同事们经常主动帮助我 在学习南模第三世多节羌佛 如来正法的这个大家庭中 我受到师兄师姐们的 各种指导和帮助 生活中的迷茫 迎刃而解 内心的感恩 化作无私利益一切众生的动力 只有这样 才对得起师父的 无私奉献和用心良苦 这一次 有幸第二次拜见师父 听着师父的针针教诲 感动弥漫着全身 真相大哭一场 我知道 我知道自己终于找到回家的路了 感恩南模第三世多节羌佛 流浪的我 再也不乱跑了 佛弟子 灵秀卿和时 2019年2月13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